作词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虎骑射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678集 今天跟大家分享是传承系列的炸弹昆虫金刚的最后一位成员了 那每次录到这种节目的话呢 我们就不免得呢 又要把其他先前推出过的同队系拿出来 来做个合照 那拿起这款反冲的时候呢 就想起了 哇好像传承系列也做了有多少时间了呢 会回想起一些过去的故事吧 那我在做变形金刚影片的话呢 我也不停的不停的说 其实与其说在记录变形金刚 不如说是在记录我自己的人生吧 记录我自己的生活啊 我很高兴的能够在这条路上呢 有很多朋友一起支持 一起走下去 那今天的这款炸弹呢 整体来说表现还不错 关节各方面都是比较紧实的啊 拿在手上的感觉非常的不赖啊 真的真的非常好啊 比起这个反冲的话呢 他因为他变形结构 他零件比较碎啊 有些地方稍微有点松弛了 然后这一次的话呢 我觉得比较纳闷的是他这个头 这个头子呢就是这样子啊 这个头就是白一个这个 这个非常诡异的形状 那他可以往前推一点 往后退一点啊 反正就是一个特殊形状 然后头顶这个部分呢 就是往前面放一下啊 但是很可惜的话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通病啊 我的手这个部分 这个C型扣稍微有点松弛了 那么也给各位看一下 它的一个背后 这个塑胶的质感的话 感觉还不错啊 反光的光泽也还是我比较喜欢的 关节的话呢 真的很紧实啊 手臂的平举啊 额头肌转动 拳头无法转 腰身可以转 腰身很紧啊 脚前后踢啊 那接地的话呢 什么都是有的 鞋肌也可以动一下 人物的站立性是很好的 胸口的这个透明黄色 狂派标志啊 是这三个人物呢 一贯都有的 那个头如果你把它推起来看 它是这样子啊 有点好笑啊 对不对 那武器的话呢 是一把银色的大枪 两则可以有两个增幅的装置 如果你不喜欢枪那么累赘的话呢 可以把它装到手臂的侧 这个小臂的侧边 这个呢 也是它变形的时候呢 哎 最后的一个组合的地方 这样子 或许你会觉得比较利落还是怎么样啊 那我们来进入它的变形环节吧 先把这个枪给拿下来 手臂的拳头给收进去 其实这一款炸弹的变形呢 跟这个弹片的话有点接近了 这个地方有个卡扣把它给扣进去 然后这个就直接往前放就行了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把手臂的话呢 往后面这里折进来 先折进来就好了啊 手臂的话呢 先往前面推一些啊 先不要妨碍我们 然后腰身旋转180度 旋转完毕之后呢 这个脚的话呢 它有一个可以打开的一个部件在这里 打开 然后呢 这个部件翻出来 大家怎么做呢 把它直接的往上面折上去 到这里 那这里的话呢 是有一个黑色的土 要进入灰色的洞里头去 这里记得要把它给扣进去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 这个大腿 直接的啊 给收进小腿里头去 然后扣上来 OK这里 这个地方 这个变形很简单 已经差不多是变完了 这个地方记得两侧都把它给扣进去 然后呢 手臂的胳膊的话 是往下面放下来之后呢 转到这一侧外面啊 这里 就是我刚刚提的 这个手臂这个小炮 我已经早就放在这里了 然后呢 它的一个 这里有一个凸 这里有一个凸 对这里有一个洞 那这里虽然有一个凸 但是这里没有洞 大部分的人生都是这样子的啊 有凸 但是没有准备洞给你啊 这个把它给扣进去 你看卡的一声 你看看人家就是啊 天作之和就是会发出 双的一声对不对啊 哎呀 其实没有那么没有那么缺了啊 人生有很多很愉快的生活 对不对 像我现在就过得也很好啊 对不对 好 然后最后的一个武器 武器的话呢 只能插在这个侧边 你看看 也是有人这么幸福 有两个洞给他选 哎 就是 好吧 那这个变形就已经算是完成了啊 呃 呃 侧边的话可以看到人脸啊 这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我手上这一款 我已经提过了 我这个不是我这个是这个玩具的 这个这个地方 就是没有卡的痕迹 你看稍微的一个不小心就下垂了啊 你要把它维持在一个正常的一条线 这个才是 有一点痛苦了 但是啊 好吧 各位知道一些就行了啊 那它的结构的话呢 就非常的简单啊 这个甚至连昆虫的六条腿都没有能够 哎 一 勉强的算二吧 这个你要给我算个三吧 好吧 那勉强算你有六条腿好了啊 哈哈哈哈 总而言之的话呢 呃 是一款变形就很简单的玩具 外观看起来也是 OK 反正是我还能够接受的造型 那呃 官方玩具的特点啊 变形简单 然后跟其他几个成员放在一起 它的体格是稍微偏小一点点的 但是完全无所谓啊 一体性啊 整个小队的协调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就从人形介绍的时候是一样的啊 这个小队全部带回家呢 啊应该是他嗯 非常非常非常值得我们一靠吧 再回家了啊 那今天就给各位订阅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by bwd6